我朋友在看衣服 你說你叫我到旁邊去講 我很大聲 你很大聲 今天就怎麼樣 你很大條 你在這裡是不是 黑衣男子情緒激動 衝到情緒商店內 對老闆大聲咆哮 雨帶威脅恐嚇 一旁的友人幫忙嗆瞎 男子還動手戳老闆 場面一度火爆 告訴我 你不要開了 我叫你 我叫你跪下的道歉 你跪下的道歉 你跪下的道歉 快 跪下的道歉 原來是男子在店門口講電話 聲音超大聲 又講了20分鐘 老闆出來請他到旁邊去講 男子才惱羞成怒 好幾度做事 想要打人 手指頭就直接手指 就開始戳我的胸 戳我的臉 然後就講說 你是不是在地人 那你店還要不要開 然後會讓我店開不成 我覺得很畏懼 因為他也跟我說 你下班小心 男子還把隔壁賣衣服的店長找來 一隻盧了好久 最後在友人勸說下 信信然離開 老闆趕緊打手機 報警備案 知道他的身分的話 我很樂於提告 因為我覺得我們店家 好好做生意 沒有必要一直重演 就是動不動就進來 對我咆哮以後 要我下跪道歉的戲碼 根據了解 男子年約40多歲 是隔壁衣服店常客 經常在西門町走動 老闆希望能將他肉搜出來 讓法律還他一個公道 記者林書嫻 陳思琳 台北報導 請信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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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谢谢大家